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热手诗出自东晋桃渊明的《饮酒起舞》 它表达了一种追求自然的生活方式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生活方式 那你知道什么是健康的生活方式吗? 这个视频咱们就来说一下 所谓生活方式就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遵循的各种行为习惯 它包括了饮食习惯,起居习惯,舆论活动和参与社会活动的习惯等等 你每天吃什么,几点起床,今天都干嘛了,出去见人了吗? 这些都是生活方式 你可别小瞧它,它和健康有着密切的关系哦 听说过生活方式病吗? 也叫现代文明病 像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一些慢性的非传染疾病 都是生活方式病 你有没有发现,周围得这些病的人越来越多 这些疾病除了受遗传和环境的影响外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对它们的发生和发展起到了催化的作用 那都有哪些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呢? 咱们来说说吸烟 这是一根烟 当它燃烧时,会产生四千多种化学物质 其中至少有250种对人体有害 尼古丁可以使人上瘾,并产生依赖性 有害金属可以在体内沉积,引发肺部疾病 这些物质进入人体,还有可能诱发肺癌 所以吸烟是一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中国有着悠久的酒文化 何以介优,唯有杜康 曹操的豪迈诗句流传了千年 但是酒中含有酒精,也就是乙醇 它可不是什么好玩意儿 酗酒会导致心脑血管疾病和肝脏疾病 增加得癌症的危险 还会导致骨骼异常 增加骨质疏松症和骨折的概率 人喝醉酒后会神志不清,行为失控 这会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 甚至引发违法犯罪 因此酗酒也是一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毒品包括了摇头丸,K粉,冰毒等 多种使人成瘾的药品 吸毒会损害人的神经 降低人的免疫功能 并使心肺受损,呼吸麻痹 严重时会导致人死亡 不仅如此 吸毒者为了支付吸毒巨资 坑,懵,拐骗,样样都干 对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知道了研究毒品对健康的危害 我们要远离它们 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 那健康的生活方式都有哪些呢 早睡早起 按时作息 合理营养 平衡膳食 还有坚持体育锻炼 拒绝烟酒毒品 合理安排上网 积极参加活动 这些都是健康的生活方式哦 好了,总结一下 这个视频咱们说了健康的生活方式 生活方式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 所遵循的各种行为习惯 它包括了饮食习惯 起居习惯 娱乐活动和参与社会活动的习惯等等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会引起生活方式病 这些生活方式主要有吸烟 酗酒 吸毒 等等 咱们还了解了健康的生活方式 它包括早睡早起 按时作息 合理营养 平衡膳食 坚持体育锻炼 拒绝烟酒毒品 合理安排上网 积极参加活动等 这些你都记住了吗 royable influence 肌炼 健康祝 逼务